而累積了幾個回合的傷害 在最後一刻爆炸了 一腿踢斷Kira手骨 沒錯 就是直接踢斷了 上回僅僅用了一腳就粉碎了對手下盤 現任萬除量級泰拳王者Tawachai 靠著猶如行動兇器的重腿 成功防衛自己的王座之後 打算跨領域挑戰踢拳規則 但說到踢拳規則 年輕王者在三年前 曾經有段不願回首的慘痛經驗 2020年台灣槍殘戰中國武林風 要爭奪67公斤的世界盃冠軍 四強賽遇到中國好手賈奧琪 就讓過去以泰拳節奏為主的他 嚐到了苦頭 第二回合開局的一波連拳快攻 打得Tawachai是措手不及 眼看台灣槍還受到重擊 賈奧琪當然不肯放過這絕佳時機 雖然想辦法盡力反擊 但面對賈奧琪的重拳猛攻 台灣槍只能被釘在神圈旁 用臉硬扛的結果就是 10秒內無法恢復狀態 Tawachai慘招TKO淘汰 吞下慘痛的敗戰之後 至此三年多沒有在跨足T拳戰場 這回要在1挑戰回歸T拳規則 對手則是知名戰將 David Kiria 3年來磨練的左腳重腿 已經成為Tawachai的必殺武器之一 面對快進快出的踢拳風格 決定就用重腿迎擊 Tawachai移腿主攻 Akira硬吃重腿 就是想要等到空檔殺進防守中心 而累積了幾個回合的傷害 在最後一刻爆炸了 一腿踢斷Kira手骨 沒錯就是直接踢斷了 Tawachai用最直接最暴力的方式 拿下1踢拳規則首秀的勝利 賽後Kira就一的X光片 可以看得出來Tawachai的斷骨腿 到底有多可怕 連續兩戰用重腿拿下勝利 下一戰Tawachai要直接面對 上一戰強勢回歸的那個男人 多魂獵頭腿復活 Super風就是下一個要挑戰 他完全還泰拳王座的男人 這場兩大世代最強的決定戰 你們認為誰會多勝呢? MING PAO CANADA